最选关键就在TPBM新闻台 决战新五都系列报道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有两家五星饭店半年内要陆续在新医区开张 价钱都至少一万元起跳 Y7纽巴铁丝在灯光的照射下 居然出现小王子诗句 山水画S光透视摄影 一幅幅价值不菲的艺术品不是在美术馆 而是在饭店有将近700件超过5亿新台币 对 都是蔡老板的 都是他亲自挑选来摆放的 打开橱柜连咖啡杯都是设计师款 桌上竹彩也都是数十万起跳的艺术品 难道不怕住户顺手牵羊吗 有没有保险 这都是原始上都是应该要做的 台湾第一家艺术饭店走的是巴里丰 拐个弯在中校东路上也有个新饭店 主打纽约精品风情 两家五星级新饭店都在转运站附近有地理优势 先后要再新一区开征 直接就冲着军越饭店来 军越级重新装修健身中心 还找来增加泥代言 房间卖出价平均六七千 和艺术饭店至少一万三千五起跳 纽约风饭店至少一万五相比 军越的房价有竞争力 跨年夜的住房率还没正式营运的新旅馆已经爆满 旧的五星饭店除了找名人代言 也得在售价上品优惠巩固可原 TVBS的王秀明 李婉婷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